那步骤表演应该是说 他用他的音乐来跟我们对话 欧式风格的建筑里 装扮成波西米亚风的音乐家 是大提琴家张振杰 第三度为轮椅族朋友办专场音乐会 一开始要在台湾 找到没有固定椅座的专业场地 实在困难 最主要是国家音乐厅只有六个轮椅席 我想增加多一点轮椅席都没有办法 而且还是最后一排 所以我就发愿我希望来办一场 整场都是轮椅族 两三百个轮椅族 可以同时来欣赏 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音乐会 轮椅族朋友想听音乐会步步维艰 从出入口坡道到特立开放的专用动线 加上仅有的两台电梯 一场有近三百名的轮椅族音乐会 进场就得耗掉两个小时 虽然有越来越多表演场 开始使用便利的通用设计 但还是落后于轮椅族的需求 有时候我们轮椅族 注意不是说我自己去听 我们可能三五好友啊 一起去听你知道吗 所以说以后这样的环境的话 他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去慢慢地去思考 以后我们要多给一些轮椅族的位置 让他可以更能轻松 更能无所忽虑地去看一场表演 去听场音乐会 或者是看一场现代舞 张振杰配合曲目 做出不一样的打扮 他希望轮椅族朋友 也能一起变装cosplay 戴上华丽眼罩 抱着愉悦的心情 来听音乐 2013年首次举办轮椅族音乐会时 张振杰在二楼看到大家 充满热情与期待的样子 让他感动落泪 那个震撼让我马上掉泪了 因为你知不知道 两百个轮椅族在下面期待的感觉 音乐家可以更突破地去做不一样的 而且关怀 不要只有做一个什么 募款音乐会这样子而已 而是发自于内心的量身定做 为他们从一开始的细节到最后 都经过思考过 我觉得张老师一直想告诉我们身上的朋友 他做轮椅上的朋友 我们也有机会去享受这样子的东西 张振杰看见轮椅族的需求 期盼用变装带来不一样的聆听心情 办一场与轮椅族朋友用心对话的音乐会